好这节课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希 这个类呢 其实它的作用没有别的 就是它其实最最常用的两个方法 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make 第二个是chack 第一个是用来加密的 第二个是用来检查 相同的一组字符串 是不是相匹配的是吧 就像密码一样 登录或注册的时候 它用于一个密码的加密和检查 是吧 好 我们这里给一个函数 是吧 那这个文件 现在它 我如果我们直接直接用 比如说 比如说password 是吧 等于什么呢 request request input requestget 那密码等于我们输入的这个密码 是吧 在request里头这个密码项 那么加密加密后的密码 我们说叫什么呢 hash password 是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返回return 什么呢 hash password 是吧 return 好 我们这里是test 是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串 毫无意义的这个字符串 是吧 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字符串 事实上 它是 它是加密过的一段字符 那 现在 我们request里头 其实并没有一个password 是吧 那我们这里可以给它给一个 是吧 比如password 等于什么呢 比如等于1234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会有变化 是吧 你看每次刷新它都会有变化 那好 那现在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字符串呢 给它存到我们的session里头 是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每一次请求中重复使用了 是吧 那好 我们说session session 然后 我们说 给一个值吧 password 我们就叫hashed password吧 叫hashed hashed password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hashed password 是吧 我们已经给它加密过的这一串东西 然后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怎样呢 直接 直接把这个打印出来 返回 session hashed password 是吧 它其实是一回事 是吧 好 那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路由 是吧 在另外一个路由里 我们说any 是吧 any task2 给一个函数 说是 password 2 等于什么呢 等于 request request get 什么呢 pass pass 等于 请求中的password 好 hashed password if 那我们第一次输过的password 这第一次 最早的那个 那是存在session里的是吧 我们就把它叫password 等于什么呢 等于 session hashed password 还是这个键 是吧 还是这个键 好 我们说 if hash hash chack 是吧 检查 hashchack 它检查到 pass 就是我们第二次输入的是吧 pass pass password 2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之前存到session里的那个password 那么返回 就可以返回什么呢 返回 密码 输入 正确 是吧 密码输入正确 否则 返回 密码 输入 有误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访问localhost的task2 是吧 task2里 我们看一下 密码输入有误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输入 是吧 好 我们现在输入一下 说是 password password 2 等于什么呢 我们第一次输的是1234 是吧 这次输入 它就说输入正确 如果我们说12345呢 它也会有误 是吧 也会有误 12346也不对 123也不对 只有1234是正确的 是吧 所以 它这个task就是用于比对 上一次的这个 和上一次输入的内容 是吧 那第一次我们 把password在task这个路由里 存了一下 然后在task2里去 获取它 获取它 然后和我们新输入的这个相对比 如果 对比成功了 那就是密码输入正确 否则就密码输入有误 是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laravell的hashing 是吧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呢 加密自己数据库的用户的密码 是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敏感信息 都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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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